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解课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这个字符串儿中的单引号和双引号 接着还剩下两个 一个HereDoc 一个NowDoc 那这解课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两个来说一下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 当我们来输入大段文本的时候 我们就会使用这种HereDoc 或者NowDoc的一个形式 那它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一个例子就能看到 首先在这儿 我们可以写一个 我希望你来给我输出一个三行三列的表格 那在之前呢 你可以这样来定义 Stream 下来写5 你可以直接通过Echo的形式来写 没有问题Echo一个 首先成对的来写Table Echo一个斜线的Table 在里边呢再来输出行 TR 斜线的TR 再来输出三列就可以 一行三列有了之后 三行三列就有了 Echo一个 把它复制一下就可以 这是一行三列 接着再往下来 三行三列 这是直接通过Echo的形式来写的 对吧 我们弄Echo的时候呢 就能把它定义给一个字符串 那这是我们换第二种形式 把它定义成一个字符串 写成一个 DollarStream 或者DollarTable 等于一个 你选择一个定界符 假如说用双眼号 在里边呢就可以写成Table 斜线的Table 这样的形式 TR 斜线TR 这是一行 再来三列 TD 斜线TD X 把它一复制 好 你看到 这样像大量的这样的一个HTML文本 你可以使用这种形式 现在来看还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一会儿呢 你看到 假如说想给表格来的属性的时候 首先你需要注意的 我的外层的定界符 现在用到的是双眼号 那当我的内层中再有内容和它冲突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转移符 或者你选择不冲突的 当然没有问题 Cell Padding 写成一个0 Cell Spacing 再来一个宽度 80 百分号80 那接着我再来一个BG Color 如果我想用双眼号的话 这时候和我的外层定界符冲突了 你就需要来转移 写成一个 警号 ABCDEF 这样一个三行三列的表格就有了 那想看到它的时候呢 你只用echo一下 Dolls Table 就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之前的内容 来试验一下 第五个 一个三行三列的表格有了 对吧 那现在我的内容中 假如说还会出现单眼号 双眼号 或者说出现一些字符的话 那这时候你还要和你的外层定界符去考虑是否冲突 所以说当有这样大量的这个文本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用我们这种here DOC的一个形式 那写起来呢 就和你平时写HTML是一样的 就特别容易了 那接着来看一下 首先here DOC 它是以三个小一号开始 它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定界符中的双眼号 在我们的here DOC中以三个小一号开始 接着起上一个名称 名称之后注意 直接回车 不能有空格 再接着 在结束的时候 以这个名称结束 就可以 以名称结束 在结束名称之前呢 你也不能有任何的输出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那这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 定界符中的双眼号 如果你想在here DOC中来写我们的变量的话 它会帮你直接解析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拿我们刚才这个表格为例 你就可以这么来写 写成一个dollar's table 等于三个小一号开始 起一个名字 同样的这个名称这儿呢 你可以任意的来起 起完之后直接回车 先成对的把它写完 你看到 在这里边呢 你就可以像正常写html一样 来写就可以 TRTT 来一个三列的 内容呢 我就写X 这是一行三列 好 两行三行 接着你给表格来属性的话 这个单眼号和双眼号 你可以不用去考虑了 你可以任意的来写 再来一个BGColor 来一个粉色 你看到这时候 我就可以不用考虑我的定届符了 这也是我们的好处 接着想看到它的时候呢 你来直接Echo 到这个table就可以 就能看到我们的内容 同样的一个三行三列的表格 就已经写完了 好 那接着你再看 在结束的时候 你前面不能有任何输出 你说我不要心打了一个空格 或者你说我想来一个缩进 你看到 当保存之后 再刷新 这块就报错了 对 这是一个什么错误 解析错误 解析错误中的语法错误 这个我们是见过的 好 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在定义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名称这 用双引号把它扩起来 这也是可以的 你看到和不扩的效果是一样的 也形成了我们的三行三列的表格 接着我再把表格中的内容换一下 写成一个编号 标题 内容 编号这儿呢 我就写成一个1 标题写成一个Dollars Title 再来一个内容 写成一个Dollars Content 来试验一下 那现在用到这两个变量呢 我可以来定义一个 Dollars Title 等于一个Test 内容的Content 等于一个 在Math学院 学习PLP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HereDollC中 它是来解析你的变量的 接着看到这个字不认识的话 应该写什么呀 对写Header 来一个Header 这时候呢 就会看到你想要的结果 没问题 已经解析出来了 这是HereDollC的一个用法 那接着 NowDollC和它正好 差不多 它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字符串儿中的 这个定阶符的单引号 在这里面呢 首先定义的时候 有区别 在起名称的时候 也是三个小一号开始 不过名称要扩散 单引号之间 接着结束的时候呢 也是以这个名称结束 就可以 相当于定阶符中的单引号 那记住 在这里边呢 如果你写变量的话 它会原样输出 和单引号一样 它不会来解析这个变量 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 例子就可以 再来写成一个 echo一个hr test等于一个 三个小一号 名称要扩散 我们的单引号里 eod 结束的时候呢 同样的以这个名称来 结束就可以 在里边呢 写成一个 A大于 this is a test 再把刚才的 content拿过来 title dolls title 包括dolls content 你来看一下 它是不解析的 会原样输出 再来输出一下 echo一下 dolls test 我们来试验一下 你看到 内容首先有了 接着这个变量 它是原样的 给你放到这 并没有给你去解析 这也是我们的 here doc 和now doc的一个区别 而这个now doc 是自prp5.3.0以后 新增的这样一个形式 在之前的版本中 像你的5.2的时候 是用不了的 5.3.0以后才可以用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那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所以说当你想写 大量的html代码的时候呢 就可以考虑用here doc 或者now doc来替代 那这节课呢 下来之后 大家拿这两个 做一个例子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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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